全都是虚偽,全都是假的 住街不是因为她不理我住街 是我自己自愿住街的 妓女现在都不敢来 昨天我们报道过 93岁的潘婆婆 怀疑被网红利用收取捐款 网红更被质疑 在直播期间抹黑了妓女的唯一 令妓女进入医院 妓女也不敢去贪欺她 你看潘婆婆就是一个猎子 她以为把房子给了她的家女 她的家女会对她好 那只是哄她的时候 你看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看都不看她一眼 看都不乱看她一眼 没有办法 真的 拿到人家拿那么多钱 该租了什么东西 拿到人家几百万 上了几百万的钱 你不给人家说任何东西 这个网红声称契女 她欺骗了婆婆层楼 又说她完全不理婆婆 甚至不让她回家 不过我们到医院 跟潘婆婆谈过 情况似乎不是这样 我层楼如果我不给她 也没有人给 我没有怨无虑 政府会收 我是给她的 不是她骗我 总之她这样找我 契女就不对 我真的很生气 事不过明明有房子 为什么无端端会露宿街头 我自己因独孤老人 在我家住 我怕死了都没人知道 我在街上有很多朋友 还有很多人聊天 我又开心 所以我只是在街上住 婆婆说这个契女 是她已故丈夫的外生女 亦是她唯一的亲人 以往周不时 都有来贪看她 关心她 所以早前她也立了平安寺 把层楼留给契女 不过网红出现 契女就无辜卷入船窝 每天都被网民狂闹 她怕人家扔她、打她 有几十万人粉丝 可能契女为了避嫌 就不敢探望 有一次婆婆在街头就不舒服 网红出现 不过就坚持要等她拍完影片 才肯报警送婆婆入院 如果婆婆突发 有什么情况 时间就是生命 你怎么可以拖到你来拍过 才可以送完 为什么可以这样 你多人问是什么 之后网红就接了婆婆出院 带她上了酒店 是不是要安顿婆婆 让她好好休息呢 但是网红在酒店那里 是继续直播、继续带货 头发容易油 容易叮发、叮发 都可以接派的 喜欢蓬松松华朋友们 刚晚上住酒店 又不是她付钱 她说有些人付钱 给她租 叫我在这里睡 整晚不睡 整晚在那里搞那架机 又不知道她搞那架机 用来怎样说 谁知道她 她不睡 我睡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多累 她怀疑 还叫了几个人 上去围着婆婆 大嫂契女不适 又教婆婆怎么拿回房子 所有的对话 还在直播间 被网友听到 但不知多少人偏旷 面对种种指控 我们就打给这位网红求证一下 不过她就全部否认 我送她入医院 你说我关心她吗 我不是常常帮她 打东西给她吃 买这种买那种 影片都可以看的 你可以看到的 我口声送她入医院 她反而说我参加她的程度 对她不好 利用她 我觉得很珍唐 你知道吗 帮人不是这样帮的 很多人说你拿了钱就自己带 其实没有给那些罗宿者 有没有这样的事 还有我再说一次 欢迎叛徒的日与言 他一刻跟我认识 我不说不收任何给她的钱 我不再解释 如果你要相信就算不算就算 我不再说 那你直播收到的钱 你是会怎样用 给了哪一个 我不想解释就是这样 直接剪辑 不肯正面回应 我们唯有去她出没的地方 希望问过明白 当我们表明来意 她就立刻一枝箭继续走 完全无视我们任何提问 突然还有一些动作 我们也很想了解 其实你是否帮潘婆婆收到的捐款 真的被捉捉了 因为也有人是… 喂… 你抢东西,你抢东西 你抢东西不行 之后也再没有回应 上了的士 一声都不出 不过当晚她又立刻做直播 神态、自欲感 便带货 便跟粉丝这样说 你只要回应一个问题 马上就有下一个问题 就会她们不停地挖坑 挖坑 不会应 但之后有网友质疑她心虚 她的反应就很大了 我心虚啥了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真的是说这些话 我心虚只不卖货 卖啥了 我躲起来了 说起当初帮婆婆 还越说越委屈 眼泛泪光 我所有的朋友劝我的时候 我不停 连我的朋友 尽情都劝我 都不停 我的管理也在劝我 我全部都不停这东西 包括深水部 很多的朋友都在劝我 我也不停 还说我想贪盘婆婆的钱 还说我想贪盘婆婆的钱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究竟她是含冤首屈 还是别有内情呢 可能真的要当事人才最清楚 但无论如何 我们也问过律师 在网上接收捐款 其实也有机会触犯法例 其实在香港 如果在公众地方筹款 确实要拿不同的牌照 不过如果在网上 去做这个筹款活动 就可能会有灰色地带 举个例子 如果那个网红明知那些捐款者 说明那笔款项 是要协助一些弱势社群 包括牢宿者 但这个网红拿了这笔钱 没有做到特定的用途 甚至可能用了一些自身的用途 这件事就可能构成我们叫欺诈罪 或者以欺诈手段获得财产 陈太太说判婆婆的契女 因为网红在网上连回的言论 令她被人妄报 婆婆这次再次入院 她也没有出现过 想着她怎么办 她不理你怎么想 现在女儿不敢来你搞到 她说几十万人粉丝 持着我来骂 现在她也不知道看不看我 现在她不敢来看我 和唯一亲人失去联络 婆婆又怎会不伤心 于是我们尝试一下联络契女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 我妈妈不敢去 她是口多人 找事的 说错后反的上网 是 令你被人骂是吗 是 你说你骗人的话 我骗你 说到我没有药口 但是是真的吗 我不要这些 那些安装白就在陀队 所以 不过快要拖队就知道了 是 就是潘婆婆最识彩 这些…这些是往往的 我都不走这些说话了 放弃了 是 所以我不想理气了 那最近有没有找过婆婆打给… 就这样收线了 看来契女还需要时间消化这件事 可幸的是 社工已经接受跟进婆婆的个案 最近婆婆也已经出院 暂时住在老人院 在这里希望她和契女 尽快可以冰式误会 早日团聚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婚